那你来看到极具争议的一传媒交易案 平面媒体由旺旺的蔡少宗、台素、王文渊等人入主 不过目前只有台素方面向公平会申报结合 那么依照公平会的规定 买方不送件公平会就不会审查案件 如果说没有依这个规定自行结合将会涉及违法 一传媒出售案 平面媒体买方之一的台素集团 上周六傍晚已经向公平会提出结合申报 不过其他买家包括旺旺等方面都还没送件 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发表声明 指出蔡也明长子蔡少宗 才是结合案的首要申报人 公平会应该立即发文 要求蔡氏家族递交结合申报书 一传媒电子与平面媒体分开出售 旺旺集团只投资平面媒体 依照公平法 旺旺原本就持有报纸杂志 在并购苹果日报一周刊之后 市占率如果过半就可能造成垄断 旺中旗下的这些明显的都已经 到达必须申报的条款 公平交易委员会应该立即主动 不可以放任财团 漠视法律甚至于曲解法律 并购案目前只有台速送件 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 公平会还需要等其他并购方 补齐申报文件才算收件 并在收件一个月内 做出允许或否决并购的决议 最多可以延长30天 不过因为公平会本届委员 任期直到明年2月1号 依照目前进度来看 异传媒交易可能会拖到 下届新任委员审议 新唐里的电视 陈慧尔 刘兹淫 台湾特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